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学校是从1984年开始成立的 到今年是35年 那么我们有两个校区 一个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海边Santa Cruz 还有一个是在加州的西谷中心 那么在校生呢 当然是不能跟中国的中药大学比 我们是400名在校生 但是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然后呢每天我们有教学的诊所 要看大概有170名的病人 还有呢就是我们教师很多 学生不多 教师很多 有200名教师 等于是一个教师对两个学生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我们跟美国的一些组织呢 也有很多的联系 大概有20个单位跟我们合作 那么这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加州Santa Cruz的海边 很漂亮 欢迎大家来指导 那么这是加州Santa Cruz的海边 你们也是海边 我们这里也是海边 这个海边的一个船屋 那么我们其中的一个校区前面 这个呢是从我们学生的那个 休息室可以看到的海滩 那么学生有时候在那边呢 打太极拳 做气功 美国学生也非常喜欢的 那么这一招呢是到硅谷了 硅谷的那个校区 那么这就是硅谷的校区 学生在讨论 他们喜欢的在校园里讨论 那么这个是在 也是他们休息的时候 在那个喷水池边 那么我刚刚也曾提到 那个我们现在呢 有第二梯队 老师有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呢 大多数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医师 大概有很多从国内来的 还有很多是在这里的老中医 现在第二梯队呢 有很多是美国本地的 比如说像这里右边这一位 他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医师了已经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在我们学校的教授 他在教我们的新的学生 怎么样撑药 怎么样配药 那么我们美国政府承认的 在我们学校有五位 五个中医的学位 那么这里呢 第一个呢 是中医博士研究生 叫DTCM Doctor of Nutrition Medicine 那第二个呢 中医博士研究生 是针灸的 只是针灸 他叫DAC 第三个呢 是中医的硕士研究生 MTCM 第四个呢 是中医的针灸硕士研究生 他叫MAC 最后一个呢 就是博士后的 叫做DAOM 那么美国政府对中医也很重视 那么也有考试 也有一个认证 那么这个一个标准呢 就是国家考试 叫NCCAOM 一个国家考试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教育部的 州医大学的一个认证 叫ACOM ACOM 然后你要在美国职业的话 每个州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当然是你先要考到NCCAOM 然后还要考一个州里边的一个考试 包括的规章 包括制度 一些等等 那么这个就是由各个州自己决定 那么我们呢 跟中国呢 35年里边 中国的大学 我们有很多的合作 比如说北京 上海 天津 浙江 南京 福建 辽宁 还有就是山东等等 那么比如说 举个例子 南京中央大学 跟我们有一个合作 是国际金方学院 在美国 很多美国学生非常喜欢金方 所以呢 我们跟南京成立了金方学院 那个领队的呢 就是黄黄老师 黄黄教授 还有一位呢 就是实学民院 是跟我们有20多年的合作 他呢 最主要的是行脑开窍 在我们学校 有一个行脑开窍的国际研究中心 还有一张我们又放出来 还有一个传承中心 也在这里 那么 还有一个要介绍呢 因为美国的糖尿病特别多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跟浙江中药大学 合作了一个糖尿病健康管理合作中心 也是非常成功 那么亚洲方面呢 我们合作伙伴呢 有跟台湾的中国医科大学 也还有韩国的大田东方医科大学 还有一个就是河内的国立传统 也是一个大学 但是我们跟他的医学院也有合作 那在美国的合作单位呢 史丹佛大学是我们第一个合作的 第二个呢就是加州大学的 Davis 分校 他的一个药膳 就是中药的药膳 搞得非常好 他是我们觉得他的那个 有非常大的宣传效力 那么还有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分校 还有许多西医的诊所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学生 要中西医结合 所以呢我们跟那个高地医院 欧克兰的那个 Highland Hospital 有一个合作 是我们实习基地 他们跟西医的学生 一起上课 一起研究 然后发表他们的论文 那么我们还跟很多国际上的 还有中国的一些老师 就是教授 有互动 比如说 刚刚我在这里列出来的 大多数都是在我们博士班的 他们都是我们博士班的导师 比如说 你看到丁一二 好玩三 樊永生 方建桥 现在方建桥是浙江中药大学的校长 然后冯思愣 高尚德 和赵中正 赵中正是 那个中药的专家 在金汇大学 在香港 黄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那个金方研究的专家 黄历春江顺法 冷方南 等等 还有 这里呢我要讲到的一个 美国的医疗保健的方面 当然美国医疗是很先进的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健康的结果呢 并不理想 你看看那个 我们的那个 高尚的 就是最好的一个健康的结果的 在这张表上 其实是英国 美国呢 美国呢 反而是在最下面的 所以第二个要知道的呢 美国的医疗的费用啊 美国的那医疗保健支出的 它的赞的GDP啊 很高的 你看看 一般的那个欧洲跟那个 还有加拿大等等的国家 都没有超过 十二 十一大概差不多 美国的已经是超过十六十七了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我们觉得中医如果能够参加 更 作为一个更好的角色的话 可以发挥很大的 这方面的作用 还有一个医疗系统接校 与支出的相比 你看看英国在很上面 美国在很下面 这个也是我们周英应该这方面 处理行李 那么我们学校呢 现在在发展的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 怎么创新除旧 一个就是The Innovators Dilemma 这个方面呢 我们在研究 第二个呢 美国同学啊 非常喜欢那个易经 这个易经呢 就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是一个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 怎么样用古老的书 古老的哲学 来丰富我们的那个知识 怎么变革 那么东西方两种易学呢 本来就是一个两个观察的方向 两个思维的方式 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 真正地做到 周一 周一的结合 这个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 还有呢就是 我们怎么样那个 让更多的国家 TCM合法化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在研究的一些 课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怎么样发挥作用吧 这个你知道那个 ICD-11 这个一本书啊 其实是一个国际医学标准码 那么我们现在美国用的是 ICD-9 也是一个国际医学标准码的第九版 那么这个第十一版里边呢 中文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 已经把那个中医列进去了 那个中医列进去以后呢 它有四种文字 有英文 有中文 有韩文 有日文 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对我们中医界 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啊 怎么样把这个标准码用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未来的设想就是怎么样 跟在座的这些 你们这些同大门 还有就是领导们 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 等会儿啊 比如说那个 怎么发演 发挥T-7的 就是中医的 针灸的仪器 仪表 这里边有一个统一的 设想 还有一个这个数据库 非常重要 那那个包括人工智能 和浮华器 我们都是在 在那个探讨 怎么跟大家一起合作啊 或者也可以 那么我们学校是在 这个浮华器啊等等方面 已经 已经做了一些 但是呢很浮浅的 那大学研究啊 还有中医院 怎么设这个诊所啊 这个帮助解决 鸦片的危机啊 等等这一类 还有中国的那个 不是中国 中医的保险 还有那个远程教育 我们学校已经批准 美国的 就是那个 A卡已经批准 我们可以做远程教育了 这方面呢 我们要花一些力气 如果能够跟大家合作 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前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